本期话题 HPV16阳性转阴概率 孙小光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人医师 目前我们对HPV阳性或者HPV感染 就是有了比较多的认识 就是在女性 她的一生当中 可能会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机会会感染HPV病毒 并且感染了病毒之后 会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可能性 经过一年就会自然消失 这个主要靠免疫能力去把这个病毒进行清除 但是有少数人 比如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人 他不会被免疫能力所清除 就变成持续感染 持续感染就会有这个 你变成癌的这个可能性 这个特别是16型和18型养性的患者 如果一旦发现16、18养性 我们通常不需要去做细胞血检查 就直接建议做阴道静下的宫颈多点活剑 所以对于HPV高维性阳性的女性 一定要定期复查 复查要包括TCT和HPV HPV阳性通常会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经过一年左右就会自然的消失了 主要靠免疫能力 那么这个消失的时间 经过这个大规模的研究显示 通常是六个月到十四个月之间 它会消失 平均是一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